昨天大蓝的12万亿就是视频发布之后 就有兄弟在后台留言问我 就算就是计划来了 房价真的会涨吗 现在大环境这么差 房价怎么会涨呢 个体收入降低了 房价怎么涨呢 疫情冲击 大家都没钱 房价肯定不会涨啊 不跌就算不错了 这比08年和15年可不一样了 这一类怀疑中夹带着焦虑的话语 在后台私信不断 表示在12万亿就是计划面前 依旧信心不高 其实兄弟们会这样想 也不难理解 因为在12万亿就是计划出来之前 从去年年底开始 各地楼市已经悄悄放松政策 有的甚至大张旗鼓 松绑调控鼓励楼市 其中5个城市放松了落户条件 13个城市放松了限购条件 19个城市降低了首付比例 16个城市还启动了购房补贴 9个城市大规模降低了房贷利率 18个城市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 三个月前 政策松绑的力度和节奏 范围都在加快 如果说一开始是自行车速度 后来就是汽车速度 12万亿就是高铁速度了 一至三月份仅有20个城市放松调控 四月份直接蹦到45个城市放松调控 一至三月份还只是降低房贷利率 四月份直接把限购现代的大杀器解锁了 一至三月份还只是三四线松绑 四月份直接二线和强二线城市也加入进来 按理说这么多小动作下 房价怎么也该涨了呀 但四月份的住宅成交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28个一二三线重点城市住宅成交量全部下跌 与三月份相比 除北京和连云港两城之外 剩下所有城市住宅成交量全部下跌 这一路下降的势头让大家产生 不就还好 越就越玩独自的想法 还能自发总结出这玩独自的原因 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大环境不好 疫情冲击 没有信心等 面对数据的惨败 大家发出灵魂疑问 政策激励失效了吗 是不是无论怎么就是楼市也起不来了呢 大蓝明确告诉你 并非是政策失效 也并非大家都对楼市丧失信心 而是因为政策错配 大家再看一张图 这是过去利伦周期的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变化图 楼市的利伦周期涨价规律 都是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依次递减 楼市的复苏 向来都是先从一线城市开始 因为一线人口更密集 需求更旺盛 购买力更强 钱更多 不难理解 就像中国古代 氏族嫡系长子 拥有的各种优先权那般 一线城市 房市就是拥有各种先决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都是集中放松 三四线城市政策 四月份 若二线和二线郑州 苏州 东莞和佛山 开始放松政策 五月份 无锡 苏州继续松绑政策 过去三个月的就是 从三四线城市 放松开始 只松到二线 尚未松到一线 这就是问题了 前面说 楼市的复苏 是从一线城市开始的 而过去的行为 是反过来 从三四线 开始试探性松绑 这就说明复苏方向 与政策松绑方向 出现了错配 高富帅的一线城市 想买却没有机会 就好比是老天 答应天降你一个美女 你美滋滋的时候 却发现美女 还在千里之外的墙宝中 这中间的巨大的时间 空间 鸿沟 狠狠给你一巴掌 讲到这里 又会有兄弟疑问了 一线城市松绑之后 房价就一定会涨了 这几年情况这么特殊 历年周期参考参考 真实性不强吧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 04年非典 08年次贷危机 11年银根紧张 14年地产寒冬 16年楼市刺激 哪一次我们不觉得情况都很糟糕呢 错过了前五次的你 继续坚持己见 大蓝也没意见 打脸拍中大腿的都还是那批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有各输己见的权利 只是记住一点 历史证明 当就楼市的政策一个接一个的时候 房地产力往往就蕴含着财富机会 国家想让房地产起来的时候 没有一次是没起来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请持续关注大蓝财经 你的点赞留言和关注 对我至关重要 这能拯救一个在知识区苟且偷生的地产人 我们下期再见